Hello 大家好 我是KFone 我和我在網上問了一個問題 關於ERROR的 都是DSE上出的 題目是這樣的 有支棍的量度長度是8cm CORRECT TO NEAR CM 我們現在要找這支棍 最短的可能長度 CORRECT TO NEAR CM 即是把間尺 是1cm為之一格 最大誤差是半格 所以是0.5cm 最短的距離是8 再減0.5cm 答案是7.5cm 8減0.5cm 半格就是最大誤差 減半格就是最短的距離 B 有支長的棍 長度是2.1米 CORRECT TO NEAR 0.1m 題目就問了 可不可以切成30支短的棍子 而那些短的棍子 是8cm CORRECT TO NEAR CM 我們怎樣做呢?其實很簡單 8cm CORRECT TO NEAR CM 最短的長度就是7.5 7.5cm 乘30支棍 我們看看長度是多少 7.5cm乘30支 應該是225cm 我們將它轉為M 其實是2.3m CORRECT TO NEAR 0.1m 原來要2.3m才可以有30支 題目的長度只有2.1 所以我們是不可能的 所以答案是 impossible 希望這段短片可以解答同學的問題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 或者想有技巧的 你可以繼續在Facebook問數 多謝你 拜拜